哈喽大家好,我是逸琳 今天和昨天实在是差太多了 昨天还是晴空万里 我还跑去了大西洋堵城 结果今天Spring新品发售却下起了雷震雨 哇,晕了,这还打雷呢 昨天天气还挺不错啊,怎么今天就下雨了 今天还是Spring发售呢 待会我要去怎么排队啊 而且风还挺大的 我排队的时候撑的那把伞差点没把我打飞 上面顾着被风吹 下面却顾着被来往的车辆 见得我都湿了 把我弄湿了 反正就是谁叫纽约的路这么烂 所以看是买一件普通的衣服 实际着背后的心酸谁能明白呀 Cuz we don't fuck with polo We don't fuck with polo Cuz we don't fuck with polo We don't fuck with polo Cuz we don't fuck with polo I will try for some supreme I blow rights all on that supreme I be stacking all my green I used to spend it all on cream That bitchy tryna fuck Cuz my shirt is say supreme I be trying for supreme I blow all my rights on cream I be stacking all my 今天我买回来的就是这些supreme的新品 我觉得就是我会选一些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看的 那别的我觉得太普通了我就没有买 这回supreme发售的新品是与这个rap a lot of的唱片公司联名 这个唱片公司是由1987年在休斯顿成立的 正当hiphop在纽约正火的时候 这家唱片公司呢却意外的把重心转到了休斯顿 并成立了一个独特的帮派 这个唱片公司呢比较突出的就是Geloboy 我身上穿的这件图案呢就是Geloboy其中的一名成员 就是这个图案上的这个人呢 他比较沉迷于酒精和毒品 在91年的一个晚上由于他喝多了 他跑去他的女朋友家没事找事干 就是要求他的女朋友朝自己开枪 他女朋友当然是不会同意的 谁没事去朝自己开枪呢 结果呢却引发了争吵 他们在打斗的过程中呢 他女朋友正好开枪打到了他的 右眼 就是你看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我靠近给你看 就是打到了他的这只眼睛 你看那眼珠都要露出来了 这画面是不是太吓人了 于是他们把这张被送进医院的照片 当成了他们专辑的封面 结果却因为这张封面 让他们的销量达到了一百万张 当时的一百万张我想应该很多了吧 这回的发售联名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来看看今天我都买了哪些单品 先来看T恤吧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 这个圈子 这个字体 这个是正前面的 这正前方的 那T恤的背后呢 它是这样的 Spring是在中间这 另一件好像是跟这个唱片没什么关系的 就只有是正前方这里是有个图案 Spring or fuck off 图案里面是两个人正在清热 再来到下一件 这个好像是一个修女 这件呢它是长袖的T恤 我买的这件是深蓝 还挺厚啊 这个比这个转袖的稍微厚一点点 来看它的图案 它的图案就是这个应该是修女吧 我也不知道 那它Spring是在下面 到了另一件就是跟我这个 就是这张被送进医院的封面图 是不是黑色的显得会比较好看一些 这件不仅是前面有这个图案 还有后面同样也有它的这个 同样的在它的右下方这里 也打上了Spring的这个logo 再来下一件 这个是 这个是我要看一下 我还没看呢 这个也是一个女人 然后它在这里有一串英文字 反正我的 说实话我的英文不是很好 那我大致看了一下 就是说当人家问我去哪里买到不可思议的衣服的时候 我很自豪地告诉他Spring 是这么翻译吗 请英文好的同学帮我翻译一下 谢谢 T恤介绍完了之后再来介绍联名外套 我买的这件是白色的 这件联名外套呢 它的左边这个是唱片公司的名字 然后右边是Spring 在它的后面是唱片公司的这个大logo 再来下一件这个卫衣 卫衣这回我同样是买红色的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回的logo 它是这样的 这个下一件是也同样是黑色的 是我现在穿的这件是一样的 剩下的这两个这个帽子 我觉得这个box的logo挺特别的 然后我就买了 又去救火 挺忙啊 它是这种自动调节的 来给你戴一下 怎么样呢 到最后这一个呢 我觉得是压轴系 这个东西是一个酒壶 来猜给大家看 这个酒壶原来我在网站上看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那种大的酒壶 然后今天我买的时候发现就是像普通手机一样大小 这个能装多少酒啊 看一下它 说实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酒壶 因为它多了Spring之后就会变得不普通 你想不想要这个茶屋回去装酒喝呢 或者只是摆在衣柜上作为一个展示 好了 今天纽约街头潮流品牌Spring的新品发售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其实每周四Spring都会有新品推出 只要你关注我的频道 我都会给你介绍纽约的街头潮流和球鞋方面的资讯 说到球鞋 今天我买完 今天我买完Spring之后回到家看到有一个包裹 我猜应该是上个星期我抢到的乔伊皇家兰的那个配色 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到呢 据说中国官网还被那个黑客给黑了呢 等我拆箱之后再来给大家做介绍 那我们下次见啦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